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苏联两国厮杀的战场 1938年7月11日 日军发现张古风有苏联士兵在构筑攻势 不止且死亡 当即强硬地要求行使武力 日本大本营认为 张古风的地形很小 不可能酿成全面战争 而且还可以借此地对苏军进行武力侦查 向张古风增援的日军 应该是一支朝鲜人组成的部队 所以日本陆军一直想打这一仗 并把计划书报到了日本天皇那里 表面上军队的一切行动 都是要天皇批准的 但是实际上天皇却是个或悉尼 他表面上反对跟苏联人打仗 但是军队确凿了 他也不会有意见 张古风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 张古风上的日军部队 1938年7月14日 日军派宪兵乔庄城 农民跟着向导到张古风几个山头 侦查苏方的不防情况和军事设施 准备进行战斗 被苏方发现后 当场击毙了日本宪兵一人 另外两人逃走 以此为由 日方要求苏联撤军遭拒绝 最后撤出张古风的日军部队长夏村 这场战斗打了十几天 结果并不是日本人想的那样 日军全面陷入被动 如果再打下去 估计连武汉会战都危险了 把日本陆军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当时日军的主力在参加武汉会战 如果在中国东北再跟苏联人打起来 他们就算有三头六力也分不了身 可惜苏联人其实也没有想把战争扩大 苏联跟日军在张古风打这一场战争 表面上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但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通过占领张古风 退通往北朝鲜 东满的日军作战铁路施加威胁 并侦查日军的对苏作战准备 战斗后的张古风山中村落 到处都是炮弹砸破的弹坑这场战争 苏军792阵亡人 日军阵亡526人 但也有数据显示苏军阵亡200多人 日军阵亡1000多人 不过不管哪个数据是正确的 事实上是日军最后战败了 撤出的张古风 而苏联部队占领了张古风 兵临图门江 给予日本法西斯极为满洲国 极大的武力威慑 有力牵制日本关东军南下 支援中国抗战 挫败日军北进意图 张古风的山顶 日后称为将军风 当然张古风事件 也导致我国损失掉图门江的出海口 历史影响深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